16分音符 我們想出來的效果是這樣的 每個音上面都有一點 但是大家不要做到跳功 如果由慢練起 這16分音符其實是這樣的 是一點跳的效果都沒有 如果我們拉得夠快 其實食指給一點點力 指弓已經是可以跳起的 如果你的效果是 是可以跳到的 但是太硬了 還有一個效果我們要做的就是 漸強 第三樣東西就是重音 這個重音是在上弓做出來的 所以這次這個弓速是要在上弓 在上弓那邊 然後立即收 減一點力 很多人拉這段的16分音符 是會拉成這樣 問題是什麼呢 兩樣 第一 16分音符太過多弓 一開始已經太多弓 第二 落弓太重了 看的方法是看這兩個小節的16分音符 就不要只是四個音一、四個音一組這樣去看 這份譜是這樣寫 但是我們看的時候一定要看遠一點 你應該感覺到你右手的食指其實不是那麼大力的 就算你說你想做一點點跳功的效果也好 你右手食指都不會是很硬很實 不會是這一種的 第二句都有Crescendo 都有漸強 但是這個漸強不是一開始就已經有 就是跟第一次不同 第一次的時候 一開始我們看到有Crescendo 但是第二次呢 在第二個小節中間才開始有Crescendo 會員之分別是什麼呢 漸強的路程是遠過第一次很多的 第一次只是用了兩個小節就要去到Vorte 但是第二次的話 用了七個小節才去到Vorte 所以大家看這兩句的時候 要連同這件事去考慮 而如果你做到這件事 就算是拘捕十六分音符的一些 比較急 比較快速密集的樂段 人們都會看到那個脆味在哪裡